全新职人剧《人选之人》躁浪者 于Netflix上幕前稳坐收视冠军宝座 更被誉为台湾人最有感的政治剧 当中饰演新人党工张雅靖的王靖 有别于以往的文青形象 在戏中与饰演副总统候选人赵昌泽的代理人有大胆情欲戏 展现了令人惊艳的性感裸辈体态 演技大爆发让人感到为之惊叹 王靖除了饰演员 还有另一个多数人都不知道的身份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所不知道的王靖吧 王靖的第一部电影出道作 就是在2017年痴情男子汉中的女艺角色 她饰演笑花红曼丽 被称为天才型女演员的她 更被曾经合作的大陆导演誉为周迅接班人 她也因返校和瀑布两度入围金马奖 并以新人身份获得第22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女主角 得奖的是 她应该会哭出来 王靖返校 她既是追求爱情的少女 也是威权时代的冤魂 王靖的表演不但达成 类型地影需要的精准效果 也以个人独特的气质与感染力 创造出角色的灵魂 而王靖拥有一种奇怪的体质 好像只要碰上跟鬼有关的题材就会发财 能让电影开出破译票房的好成绩 像是返校 月老 关于我与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 王靖曾在访问时表示 原本以为自己会以歌手身份出道 没想到竟然误打误撞成为演员 王靖拥有一副好歌喉 17岁时曾在行动KTV上翻唱田赴珍小幸运 靖儿受到痴情男子和剧组注意 视镜取得女艺角色 靖儿开启她的演艺之路 爱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们的雨 一幕幕都适应 一程不让的真心 与你相遇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为你 每晚年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 你张开了双翼 遇见你的注定 她会有多幸运 王靖十四岁时因父母离异 便决定知身父美求学 写作成为王靖排解生活的动力 更以笔名俊俊出版过两本书 王靖曾透露自己其实是误打误撞成为作家的 之所以会写下巴勒爱情 是想要安慰并鼓励离婚的妈妈 而后她在十七岁还出版第二部作品《蟑螂哲学》 作品还被取有宁导演乡中 改编成电视剧 王靖在美国洛杉矢求学时 青春期体重曾达到65公斤 受到同学恶意绩效 霸凌 还被取了外号叫亚洲胖女生 我觉得刚去美国的时候真的还蛮难熬的啦 就真的会蛮想妈妈 然后有时候梦到她很苦苦的那种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刚好 就是爸妈就刚离婚嘛 然后又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又突然被丢到美国去 因为我妈那时候她是觉得台湾的环境 可能她不想我再面对这些太狗屁到早的事情 所以她想要把我丢到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就是在那边重新生活这样 但那时候去的时候多少少是会孤单的 男星王伯杰曾爆料王靖根本无时无刻都在冬眠 只要没有拍戏或是休息时间 她就会找个小角落睡觉 王伯杰更笑称没有遇过那么爱睡觉的女演员 王靖也在IG分享 她不管到哪里都能秒睡的照片 乖巧安靖的睡相真的超可爱 王靖因为拍摄电影斗鱼和男星林博瑞假戏争作 之后两人大方认爱 其实王靖从出道以来将合作过的男星通通收服 曾经传出交往过的对象各个都是高颜值 像是王伯杰蔡凡希张庭湖等人可以说她是新一代演艺圈超级发电机 近日她则因为打拳认识现任男友曹佑宁 两人同游士林夜市与日本被狗仔多次直击后 曹佑宁也在活动上霸气热爱 王靖很喜爱毛小孩 在2018年收养了一只有皮肤病 且四个月大的米格鲁、堪吉 而王靖给予满满的爱和耐心 让堪吉复原茁壮 王靖的IG上经常出现美食的照片 演员王传一曾表示 王靖是名或真价实的吃货 他在日本拍摄期间 还抽空品尝日本当地美食 在5度的低温下竟然还坚持吃冰 王靖对于美食当前相当难以抵抗 接演返校学姐方瑞欣一脚时还特地减肥 经纪人李烈也曾说过王靖的脸很容易水重 所以在演出返校时有特别要求他减肥 才能呈现出方瑞欣那种纤细瘦弱的阴郁个性 早啊 你怎么会来 谈婚这种事情有依旧二啊 你不可以这样子啦 谢谢方瑞欣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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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做选择的话 你會有勇氣嗎 那我爸以前帶走 往前開 快點坐阿露 tariffs 快點坐阿露 秋風 快坐阿露 拜祭一下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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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不漂亮嗎 這年飛就夠漂亮 我們在這裡北坡淡水 對 最後 中間在這裡 趕快做阿娘 再來 你回家 大概是有多少期了吧 来 来 靠近一点 不要担心 之后如果想跟她 我们随时回来 是你懂 让靠 对 让靠个心 靠起来 爱静静静静 买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我不是叫你去吧 爸,你能力,快走 爸 你吃得说不听吗 爸 爸 他們今天會有 每年去擠就不去美國 我去訪什麼去訪 只是我去訪 我去訪 我去訪